来 勾勾日我们来观战一把目前S1的爱哭鬼2超Q91.84 QQ子还是强啊 超Q 超Q真的是远 远古图皇了 这个游戏出来他就是最顶尖的图皇 诶 这不是我们刚刚观战过的 国服第一医生吗 是他吧 这边是一个毛女加囚徒超Q流配野人加昆虫 昆虫打爱哭鬼倒是一个不错的点 但这个阵容打爱哭鬼 毛女和囚徒不带飞轮是真的玩不过这个爱哭鬼啊 这边野人过来顶一手慢 来 劲头给到野人 拉怼 拉火加速啊 这刀必中 顶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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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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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昆虫似乎待会儿也要帮忙来扛一手 对 对 对 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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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能狗得住了 但这边有紫火 好像也狗不住啊 真狗不住 然后又没有飞轮 这边紫火压交互点必倒 玩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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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机子呢 又不够 好像已经没法打了 已经进入到了什么呢 就是爱哭鬼的宝瓶真胜节奏 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什么呢 爱哭鬼开始滚雪球了 来 你们来 我希望你们都来 来 跟我打 你们花的时间越多 在猫女这个身上投入的越多 我爱哭鬼越开心 因为这个猫女不可能保活 好吧 这边还有火 这朵野火往前再飘一飘 哎 差一点点 那打一刀吧 打一刀 这边野人 卡吧 哎呦 这波野人其实打得真不错 这波野人打得真不错 而且野人跟昆虫的配合做得也很好 又给到了猫女非常大的一波生畏的一个机会 但核心问题就是这猫女真的玩不动啊 6-6不动 拉点拉不了 这边带着恋物屁闪现一刀直接抬你走 野人想撞也不可能 对吧 阿库我这边要放一个加速袋 野人怎么撞 你撞给我看 撞得下来 那算你本事好 撞得下来怎么样 这猫女的溜不动啊 这边野火压着的 对吧 这自火压着的 又能怎么样呢 不就撞下来了一下 撞下来搞得好像猫女不会二怪一样 不照样倒了嘛 对不对 机子话算一下 现在总量加起来也就三台机 三台机都还不到呢 这猫女得卖啊 这猫女得卖 这边而且这个野人有点危险的 但凡有一朵野火啊 先上猪啊 先求稳 这边的话是昆虫学者想来救一波 哎 他们是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猫女啊 打得也太狠了 说实话呢 这个猫女我觉得该放弃就放弃 因为他们不放弃 等到这边猫女被挂飞以后 你看外面的人 状态状态不好 道具道具没有 真的 好了 这边等到猫女被挂飞之时 外面这两个人全是突破口 昆虫的虫子没了 野人的猪也没了 找到一个人直接挂上 是不是就再起一步上画节奏了 没码机还不够 没码机的话现在 现在他遗产修掉 还差点整机 怎么打 现在想到补状态了 现在想到补状态完了 给你们来也都好嘞 是不是 他们花费太多的资源去保这个猫女了 花费太多了 这个猫女其实不太 虽然说这个猫女是我们之前见过 国服第一的医生她的操作我们是见过的 打得非常的好 但是你在没有飞轮的情况下 真的打不了 真的打不了 这边还托起了一个昆虫学者的自己 这么骚的吗 这么自己 爱哭鬼这边切个石场 你别说这个石场切了 爱哭鬼要崩了 这个石场一切 外面的话 囚徒这边重新修一台机子连线一下 感觉全是有的打啊 这边飞轮还有一根呢 昆虫一手飞轮顶你个火 这边的话而且不是遗产机 哎呦 刚才这边没有能把这个野人给秒了 不得不说 这把野人和昆虫在操作层面上面打的真的很好 在操作层面上面打的真的很好 拉火 野人上桌 这个野人真的蛮优秀的 光从操作层面上来讲 这个野人我觉得满分100分可以给他打到98分 是GW的迪斯对吧 确实迪斯 主要他那个 比赛里面是ID是英文的 一刀 还没打 昆虫这边状态不满 外面再几台机子 而且还要连线的 这个三人开门战如果拖出来 抄Q手里面只有一个尴尬的市场 好像要出点问题啊 一伙打 这边囚徒 其实囚徒救人会更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昆虫是一个胶字起 昆虫是个胶字起 囚徒这边应该是连线双修 超Q这边再踹一脚 机子不够的 这个机子还没有到可以救人的时候 他要救的话得卡死救 超Q这边应该是要强行逼迫你救了 手里有个飞轮 那看一下 这个飞轮很关键 这个飞轮必须倒掉一火 或者躲掉一火 绕的不错 绕的不错 72的机子 这边有飞轮 有飞轮 在躲火 哎 解数 飞轮 好的 那这样的话就看这波 86 86 机子的话 差不多 差不多 来 假动作 撈下来了 一刀 打中的居然还是个昆虫 野人这边上猪 那肯定抓昆虫了 这边野人可能 野人顶不到 野人顶不到 一个滑板加速 如果是个实体刀 那这边昆虫还能拉开 而且这边的话 还漂亮 一刀 密码尽量 哎呦 这个大心脏压的 也是蛮nice的 这边的话离门比较近 好像蓝 蓝应该差不多吧 一个滑板加速跟过去 现在才七八十的门 拦得住拦得住 拦得住 那边的话应该是要去 把昆虫学者先摸起来 再说 囚徒这边有一点 没有飞轮 不过这个时候 确实也不是特别需要飞轮 这个时候 你别说双坛好像比飞轮好 因为这个时候拉火 你拉好了 我买雪你要拉两下的 拉两下黄花菜都凉了 那边状态补完以后呢 昆虫去点小门 囚徒这边的话继续拖着 野人在中场卡着 似乎是个平局 似乎是个平局 这个电脚早了 这波电 不会是误触了吧 昆虫点门 野人的话中间卡着 要秒野人才行 能秒得掉吗 野人这边的话是反绕一波 这波反绕要出事情 这波反绕有可能是个三跑 因为昆虫这边是肯定拦不住的 门要开了 门已经开了 齐珠 25秒的挽留 25秒的挽留 这里野人冲刺 过来 能捞下来 捞下来 这边就是囚徒先吸引 挽留时间的话 还剩下最后的7秒 拖一拖 囚徒吸引野人开门 然后最后看这边囚徒能不能冲 拉火 追野人挽留结束 打一刀 这边囚徒卡了一下 门能开吗 79的门 这门没开 刚才囚徒这边好像被模型卡了一下 就差这一下 差的不到一秒钟 我们刚刚看视频的观众调回去看 透视视角看这边野人真的是被这样卡了一下 不不不 人家囚徒真的卡了一下 打一刀 就他绕过来的时候被 什么东西挡住了一下 囚徒这边还有个自棋 囚徒这边还有个自棋 门开了 这把MVP要给他这野人呢 这野人真的太牛批了 要跳地窖啊 有没有猪 没有猪 没有猪那应该不行 没有猪那应该不行 走 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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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猪中 没有猪雅 没有猪右手 没有猪中 有猪中 我猪中小猪 拉出去